焦點已經來第三次 然後我今天終於要來講 因為這是上次焦點二的承諾 那很少叫我們的證明 因為剛才現在可以說 我叫Ama 那我們就是今天上次的承諾就是說 我們要簡單 因為其實你們有些人來了很多事情 並不知道我們總共在做些什麼 那我想要用簡單的 好簡單的時間跟大家講一下我們數位內容創意中心 我們大家可以看這一張高雄的那個 欸 有焊掉 沒有焊掉 沒有焊掉 焊掉沒有啊 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他不熟 因為我們大家如果看一下我們目前 我們就是整個高雄的 蠻高雄的這個的秒看 你可以看到我們高雄是數位內容創意中心的位置 就是大概就是在這邊嘛 那 不會有數位內容創意中心的處在是 因為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整個市政的建設的話 其實我們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國二的輸測區 你整個從亞洲新灣區這整個港灣來看的話 整個高雄市政府在 高雄在這一兩年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各位如果您在高雄生活您應該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說從09年開始我們高雄進入 我們辦了市運之後 在這三四年其實我們也是在退變的 那我也想要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其實有整個亞洲新灣區的整個完成成立之後 其實高雄市政府現在也正在積極推動 就是我們要做數位內容產業 那數位內容創意中心的成立就是 我們的目的就是我們要做一個HUB 就是整個數位內容產業裡面的 我們的人才跟資訊都會在我們這邊快速串流 為什麼會有數位內容穿中心呢 其實很有趣 可以關掉那個燈 你看一下 如果你們大家有到我們中心 我們中心 目前你們看到的這個地方 其實在過去它以前曾經是高雄最繁華的地方 它是延長區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一張照片 它是我們現在二樓還有的狀況 不好意思給你們下去看 它是我們這裡三樓以前是財市場 然後我們中心以前是長這樣 你們現在在外面看到那個亮亮的地板燈 在過去它是菜市場的水溝 所以呢 這就是水溝的樣子 它是本來的洋派 開燈 開燈 那為什麼會有中心 所以那種中心 它之前它整個就是都是菜市場 那你們有些人從樓上 樓下走上來會發現說 欸怎麼會是在市場裡面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中心存在 其實是因為我成群市場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去美國酒精山 然後看到那邊有個叫哈搜 他在那六月 他當年 就是去年他在那邊看到 酒精山有很多創業氛圍 給很多年輕人的機會 在那邊做互動交流 所以他就回來希望 激發局有成立一個這樣的場域 激發局不可能再去蓋動新的大樓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 是把一些廢棄的或是舊有的地方 去把它整件 包括現在的國二也是這樣子的 過去這裡已經荒廢了十幾年 就是我剛剛你們看到的那樣的狀態 蚊蟲 蚊蟲啊很多 然後包括有一些流浪漢 有一些社會問題 我想 這邊會變成是一個很嚴重 一個翻出問題 所以才會整備了這邊 從去年十一月 我開始移民到現在剛好半年 那所以就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們中心 這邊到底要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這邊就是一個cocokin space 在平常如果你白天 因為你們大部分都是 假日有晚上才來 如果你們平常白天來到我們中心這邊 其實是有一些人是那邊共同工作討論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邊也是提供一些書文 內容產業的專業諮詢和服務 然後還有我們也會辦很多的活動啊 還有包括很多人才在這個提供館 那整個中心 整個我們中心呢 其實最主要是要做的就是 剛提到那個hub的概念 就是它是一個資訊者能 跟人才串流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 我們這邊是政府部門的一個單位 然後也有一些社群 包括交亭也是我們社群之一 然後包括一些產業的人 跟學術的人都會在這邊交流 那整個空間其實你們平常來 可以看到就是像有開放性的 然後所以你們平常你們來這邊都可以隨意 就是可以只要加入一個人都可以進來使用 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聽到很多人 聽到工作上面的一些問題 不是很多像沙拉 不是很多人他們就是在做進行創業 那有一些人有一些夢想 我希望學會內容創業中心 其實可以成為大家在這邊就是有一些討論 包括內容夢想想要實現的話 可以如果我們這邊做到 我們是可以提供一些協助跟服務的 那我們中心整個的服務對象 其實最主要就是 除了有我們剛剛提到的會員以外 裡面有滿大一塊是社群 然後還有包括外服務 另外進入廠商 在進入廠商這部分呢 因為剛好是真的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大量的招商 然後還有包括引渡很多的 出入內容廠商的一些資本 那廠商到了高雄的第一步 他們就是先進到我們這邊來 像說之前的RMH 就是那個也要討厭商店 拍期望漂流的那一家 特效奧斯卡經常講的那一家公司 還有包括熱身 接下來就是他們也會在我們這邊 就是在進入高雄 包括拖槍之前也在我們這裡 就是進入高雄 我們為了要讓這些大廠來到高雄 他能夠在第一步 能夠來的第一步 他對這個地方都不熟悉的時候 能夠就近服務他 那為什麼要讓他那麼多大廠 其實最主要的是 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人才跟產業之間會有很大的game 那我們常常聽到高雄年輕人跟我們說 他找不到工作 可是我們其實是聽到更多的是廠商 他找不到的人 所以這裡面有很大的game 透過書版內容創意中心 我們這邊把資訊跟人才的資訊 透過我們來串聯 然後包括我們有很多社群 有很多活動在我們這邊 其實有很多人才在我們這邊匯聚之後 廠商跟我們有很大的連結 然後讓這些人才是可以找到工作 那為了這邊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高雄不是沒有人材 只是缺武台 所以我就是一個創意中心 所以我就是一個創意中心 這句話是 植物市場長 所以我就是一個創意中心的目的就是一個Half 就是我就是一個舞台 就是一個舞台讓年輕人也好 或是創業家 或是這些廠商人在這邊交流 社群交流到最後 他們就會開始發生一些創業分文 所以很多人想要創業 你找不到任何資源 或沒有不知道怎樣去找到你該對口的人 創業的路上其實很寂寞 那我們希望就是大家 擔任你們在創業路上的那個天使 無論是資金的 因為像我們這個下個禮拜三 會有那個SBR的輔導的說明會 也可以邀請有對創業有興趣 想要申請政府補助的也可以來參加 台北也可以 台北?喔 北加海北 然後呢 我們有包括大家的進駐對象 就是跟西威內容產業相關 那我們過去也頒布很多的課程 像RNH也在我們這邊頒上的培訓課程 然後還有兔獎 然後呢 甚至就是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爹 也就在我們這邊走過 所以現場是超high的 因為RNH他們就得到那個獎項嘛 那我們包括也辦過三天兩年 不眠不休的GGJ間捲的活動 還有包括很多跟獨立遊戲相關的 還有包括像Google Amazon他們也來到我們這邊辦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世界在反轉 以前都是我們去台北參加活動 其實後來因為我們辦了很多事 像Amazon這個他只有在高雄辦 很多是台北人下來參加又回去 所以 世界不一樣 世界不一樣 然後包括我們有一些社群 像焦點是每個 每個第二週的禮拜六晚上 然後我們有創業才剛好的社群 然後還有打靠度書耶 就是第四週的禮拜六 早上 然後還有包括我們有一些學生的社群 像你們今天剛早一點來看的iSEG在這邊 那我們這邊就是我們社群的介紹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世界一旅 我們自己期許 就至少是做到台灣的創業基地培訓活動 然後可以跟很多創業社群的連結 那我必須說這裡是市政府成立的一個場域 他是整個在世界上面來看的HUB 是第一個由政府部門來成立的 因為一般做HUB都是私人機構在做的 那要跟大家講的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們呢 因為台北有一些團隊 他們一直很想要我們去做一些我們中心的介紹 所以我們在5月28號晚上的7點到10點會在Change 會有一個高雄創業大家幫台北廠的交流會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來高雄創業很困難 可是真的來到當地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在高雄創業跟來投資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樣子的訊息帶到台北 鼓勵更多的台北的高階人才返鄉就業 第二個是鼓勵更多的優質的廠商可以到高雄來投資 那越多廠商來到高雄 高雄南部的年輕人就有機會 可以在地的就業 所以呢 請大家以幫忙宣傳這個活動邀請你們 如果有台北不錯的一些廠商 或是你們有一些朋友也可以請他來參加 那我們當天我們也會講一些 有關於高階人才返鄉就業 市政府是有給予補助的喔 就是他是直接補助給廠商 因為很多廠商他們有 哪部廠商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請那些高階廠商 而高階人才 所以他就直接 我們政府就 市政府就直接補助給廠商 讓他們可以有一定的補助金額 讓那些高階人才可以回來 所以當人才匯聚的時候 一個產要起來不是只有資本 應該要更有的是人才 所以呢 也謝謝大家今天拿我們水流傳中心 然後記住就是 今天各有我們是福民仔 這是跳舞台 我們中心很希望成為一個HUB 讓更多人來參加 那也歡迎大家多來參加我們中心 不論是社群或是我中心自己舉辦的活動 然後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 claw了 蹭你 還有我 先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